大家好 上期跟大家分享过新买回的兰花 我们的几个处理方法 那么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兰花在换盆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首先我们先把兰花脱盆出来 脱盆出来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兰花和兰根呢 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修剪处理 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些烂根呢 全部清理干净 清洗干净烂根呢 上部分呢我们也要进行清理 比如像这个已经开完花的花梗呢 我们要把它修理剪掉 然后像这些枯萎的叶夹呀 或是有一些无根无液的炉头呢 我们也可以清理干净 这样清理干净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放在杀菌溶液里面浸泡 那么杀菌药呢 我用的是这个宜作多菌磷 我们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稀释 稀释之后呢 把它完全搅拌均匀 再把兰花放进去浸泡就可以了 浸泡杀菌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 我们再把它取出来 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晾干伤口 等到这个根系啊 晾到一个发干 然后发软的情况呢 我们再来摘种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下期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兰花的摘种技巧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